一场清脆的势力,广州恒大输得一点也不冤,在二到三输给长春亚太的比赛中,新王塔利斯契尔维米不振,走向神坛,被对手限制得毫无脾气,也亮出了他所有的软肋。 转身了,脚下频率了,对抗弱的毛病导致他全场迷失,塔利斯契尔的低迷带出了球队二大队人,他们分别是张宁鹏和卡纳瓦罗,同时也让国奖们再次出现养生足球,他们在场上踢得无忧无虑,拼尽全无。 在领先的情况下松懈怠慢,郑龙和高林替赌上场也衍生在赛场,在该场比赛中,塔利斯契的直球次数很少,大部分是进区外的接球冷射,前插进区也遭到重点照顾,长春亚太队员的身高都不低。 东北大汉彻底克制了塔利斯契尔的身高优势,一度迷失的塔利斯契尔也曾试图支球突破制造杀机。 在比赛定力10分钟,塔利斯卡在中前场带球陷入对方包围,被逼到边路之后遭到抢断,整个过程显得非常狼狈,这也是他在比赛的缩影。 他的身旁始终有两到三名防守队员对他区域防守,一旦接球马上危险。 众所周知,塔利斯契最出色的是高速带球推进下致命一传家投球轰炸,此意被长春亚太限制暴露软肋,有事全无,出现这样的情况要把责任推到卡纳瓦罗身上。 他是本场比赛势力的一大罪人,他对阵容战术没有太大调整,更没有研究透长春亚太的战术体系。 按照亚太的身高,亨大应该启用阿兰,利用阿兰封信幽灵的杀伤力去搅乱对手防线。 另外,卡帅也暴露了临场指挥能力差的一面,他在比赛后半段没有发现球队防守的问题,让场上的队员没有危机感。 踢起养生足球,毫无顾虑,得失不得力,最终走到了惩罚,亚太前两立进球都是定位球配合,如法炮制羞辱了恒大防线。 除了起而帅,张林鹏在比赛最后时刻的致命失误,成为场上罪人,他将球回传直接给了依哈洛,间接助攻了弹龙的绝杀进球。 张林鹏此次回传不要与此前邓韩文在与贵州恒风的比赛中的回传,注意力非常不集中,甚至可以说是梦游了,弹龙的进球也彻底引爆了恒大国角机体老化的毛病,万元一旦限制便毫无整体可言。 作为现役国角和西日国角的大部分恒大球员,已经彻底迷失在金钱的阴影当中,他们的斗志和体能不足以支撑整场比赛,如今三线养生足球也是正常操作,毕竟大部分人还没有38岁政治那样的体能,此前此连胜让他们拿到了丰厚的奖金,在他们眼里有了松懈的资本。 卡帅作为主教练却没有发现这一点,不及时轮换,增强他们的危机感,成为罪人是正常的,幸好,现在还有足够的时机给卡帅调整阵容,恒大在接下来的比赛中仍非常好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